一般的音乐会看得多 那么冰上音乐会 你可曾见识过呢 意大利就有一支 独特的宾馆弦乐团 在冰川当中 开凿出了一个音乐厅 然后使用独特 又精致的冰雕乐器 演奏出空灵悠扬的乐曲 马上透过镜头 出席这场冰上音乐会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晶莹剔透的冰雕作品吧 不过如果把冰雕课程 小提琴 然后再奔上琴弦 用这样的乐器来弹奏 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眼前所见 这些精致的冰雕乐器 都是出自这一名 59岁美国冰雕师的 一双敲手 除了琴柄 纸板和琴弦之外 乐器其他部分 都是由水和雪混合而成 以兵制成的乐器看似娇弱易碎 但却和普通的木制乐器 有着不一样的特质 可以发出轻亮又动听的乐声 让这些身穿羽绒衣的听众 在寒冷的冬天感受温暖 每个演奏者都必须面临各种挑战 因为冰乐器非常脆弱 对弦的压力也很敏感 就连他们的一呼一吸 也可能影响演奏效果 演奏期间 冰窟中的灯光将会变换出各种色彩 在灯光的照应下 冰乐器独特的视觉效果 更是一览无遗 让听众可以好好享受 这一份由听觉和视觉 相辅相成的最佳体验 MTV7综合报道